前阵子爆发杀人未遂犯从基隆某医院逃脱的事件 由于警方没有办法及时追踪到犯人的行踪 除了导致民众人心惶惶 也连带引发基隆市议员非常关心 监视器妥善率以及系统是否完善等问题 我们警察局过了两天之后才发现 杀人未遂犯在当天已经离开基隆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的援警都非常努力了 那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子来改善 缩短这个我们警方在查找人的这个速度 我们基隆市的监视系统 过去有一个五年的更新计划 那在疫情期间可能停滞了 我想请问一下局长 这五年的计划到底我们目前是到什么一个阶段 就是监视器的太久换新 就不然是前端看起来已经建置了将近1300多支 那后端的租赁也接近2000支 可是为什么类比监视 类比摄影机的比例还是那么高 还是说现在已经有更新了 那更新的数字又是什么 我认为依照警察人员的能力的话 不是只靠监视系统 如果我们都是靠监视系统 有一天监视系统因为电脑故障 或电脑被篡改或怎么样的话 它失去的作用了怎么办呢 因为机统多余又潮湿 所以它很容易损坏了 不要每次当要看监视器的时候说 是坏掉了 因为它潮湿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要定期性的 去检查去盘点 机动室警察局长大讯士表示 监视器妥善率大约维持在7成2左右 目前机动室的监视器系统 也不像双北可以多点 同时调阅监视器画面来辅助警方查案破案 都需要再加强和提升 那些工班停下来 以前也算入所谓妥善率的这些 不能算 就真真实实的 我们到底状况如何 那么现在大概是在72%左右 72%左右 我们是做到这个第二次 就是那个780支 我们今年元月已经招标 我们希望能够在9月的时候 就能够建制完成 特别是它是类比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的都 资料都进入到每一个派出所 变成一个小的一个机房 我们要去调 只能到那个派出所调 我们没有办法用类比的 是多点分散的 同时的去做这个调阅 那现在的新北台北 它都可以这样子做 警察局长也强调 由于部件或更新新的监视器 还需要时间 因此会要求先提升 各个核心路口的监视器维修率 在每一个核心路口 我都要让它的维修率 马上给我上来 所以我就请我的这个猫科长 公班是用跳点式的 哪里是这个我最需要拉的 我就先跳 那因此这样 公班的这个往复交通的骑程 还有状况 没有办法是带状式的 一次很快速的把它拉高 也有议员认为 目前市政府鼓励民众 申请装设检疫型监视器 多少也可以先辅助 维持治安的功用 市长在推 因为五年可能太久了 他现在在市政座谈的时候 都有要补助市民 製装监视器 有补助 这些我们本会的同仁 也有讲 在装的时候 也因为製装的时候有破案 从那边线索去破案 同时也高度肯定警察局 第三分局在侦破诈骗案件 以及警察局副右队 结合四个分局 推动市长谢国良 要求的行人友善 及保护学童过马路的绩效 很多是一生的机器 就被这些诈骗 骗光了 恨之露骨 所以在这边 破案例 非常破案例 几乎说百三分级辖区里面 破了蛮多的案子 我相信局长你应该也有这个信息 所以对这些严谨 局长应该要次质来表扬 局长副右队 在我们市长 在十四立班 行人友善空间 他死上的日十万人 就减少了22.7% 那些事故就减少了23.6% 这些数据 这些种种资料 从互显示的 附佑队的 在附佑附同等等的努力 警察局长也非常感谢议员的肯定和鼓励 对于有工人员一定会从优续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所以我觉得